主席主席主席 年轻的思想主席 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在世界发展华会 我希望你会加入我 在做我们的部分 为世界更好的地方 我们一起加油,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这是谷爱玲作为青年代表大使 出席在哈佛举行的2024世界发展论坛的演讲 在演讲的开头和结尾 谷爱玲用中文问好和致谢 也收获阵阵掌声 作为一位母语式英语的华裔运动员 不得不承认谷爱玲的中文也是相当大气 可以上台面完美展现的 实际上,谷爱玲还不仅是在哈佛演讲这么简单 她之前还在和著名的妇女运动基金会 女子网球传奇比利减金等顶尖女性体育人一起受邀 在白宫参加了由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主持的 旨在促进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的活动 20岁的谷爱玲可以说再次震惊的中国体坛 你以为的运动员就是三点一线 宿舍、训练馆、比赛场、谷爱玲告诉大家 奥运冠军也可以是一位模特 一位文化突出的大学生 一位活动家 甚至一位政坛的超级新星 谷爱玲的未来的确难以估量 不少网友还在吐槽谷爱玲的国籍问题 有网友已经回应 未来谷爱玲如果带领人类迈向新世纪 也不让人奇怪了 ア 记者 鳍 comigo 至少尼歌